柯文哲是跟财团是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我是觉得柯文哲跟财团联系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也知道政治人物或者首长 他当然要到处跟一些财团等等 交一点朋友做一些产业的交流 我觉得这是对的 但是我很生气 为什么 因为我是 我跟你讲 因为我家在士林北投 然后你那个士林北投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找厂商 你柯文哲明明也认识内科园区里面很多的老板 对啊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找就是腰镖来一些国际级的 或者是一些科技相关的 你为什么第一次开口 就有淑慧议员说你就问中工 对 拜托我觉得这很奇怪 你柯文哲平常没有跟财团交流吗 就讲嘛 常常在一些国宾饭店 而且他很奇怪 他国宾饭店这样一桌 有时候是某副市长邀约一桌 比如说一些台商 香港的在台湾的一些代表 或者是中国一些企业的代表 就约一桌会一起吃饭嘛 常常这样交流就对了 而且他很厉害 他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线 那有一些人他是专门约一些台湾的一些企业的 也是一桌 常常都会出现啊 所以你说柯文哲他像不像一种叫做财团间的交际花 很像啊像有一些金主也会约他在某招待 那叫招待所嘛 然后也是约一些老板一些朋友也跟他一起见面吃饭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你多交朋友没办没关系 那你应该要交一些好的正派的嘛 台湾很多的公司还是很正派会照规矩来 你为什么偏偏独厚所谓的威京集团相关 你如果说这个真的有跟财团交朋友吃饭 那你也应该知道北市科这块地应该怎么发展比较好嘛 那怎么会搞到最后就变成长草 而且我跟你讲啦 你说那个产业发展局零重结 产发局跟台北市很多登记在台北市的公司都能交流 所以他应该知道那块地最适合什么样的产业去发展嘛 这么多总部我跟你讲 全台湾很多企业的总部都设在台北市 难道你台北市有这么的没有能力吗 第二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怪 就与调查报告来说啊 其实一部分有三百多万已经委托顾问公司了嘛 那顾问公司会巡访这些厂家 同时我问你 为什么你产业局好像也有另外一批 自己筹措的人也去巡访厂家 但是你这两边去巡访出来的厂家 怎么 最后他通通不听 这么少 我问你那你另外有没有可能一边是在腰标 另外一边在这个所谓鼓吹去退标 你这样正负才会起来等于你嘛 才会胜一家嘛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柯文哲 肯定使用了一种魔术 叫做花生什么术 你念一次 花生什么术 对对对 就是柯文哲你到底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 总是透过各个招标过程中摇摆在改标 改标最后呢再发包 假 总是你特别喜欢的那些厂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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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